陆总 最近怎么样啊 就那样呗 陆总前不久 好像和维林的陈叔 走得很近啊 怎么这两天我看着 你和腾飞的小梦 又在一起了 你知道什么呀 他们就是看着 咱们的陆总的钱了啊 这种女人啊 现在可多了去了 你说是吧 陆总 陆总 来了 那行 坐那儿歇会儿 女孩子也不容易 各取所需嘛 走 你 你怎么来着我 你来着我干什么 怎么还是那么冲头 你听到他刚刚说什么的吗 他凭什么那么说钱书啊 那你想怎么办吧 打他一顿 真当自己是张军 先回去 我 回去 冷静点 喂 喂 张智 喂 张智 怎么了 你 那你帮我干嘛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真的什么都可以啊 一一百以内 挂了 哎哎哎哎 五百 五百是什么的 成绩啊 哎 啊 你看到右边那个装模作样的大尾巴狼了吗 看到了 穿猫衣那个踹子 是吧 哎呀 疼 我跟你说啊 好 一会儿呢 我先打头阵 控制住这个大尾巴狼 你紧跟其后 好好发挥发挥你的实力 听到没 好 我去了啊 哎 就你也站住 哎 等等 那个人是 我是 你小子想干嘛 哎 进来 进来 进进 来司机就是你监狱的 师父 你怎么不早点告他 哎呀 哎呀 好点吗 我还没来问及说 你就冲出去了呀 应该 inversion 快 summary 对 那您先忙 我下话跟您说 怎么了 这一大早上脸这么臭 不是 就是 高冷他又跟别人打架了 看来昨晚还是没拦住 我真的很讨厌他这样 我就不懂为什么他做事老师要这么冲动 他不带脑子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打架吗 我管他为什么打架 难道所有的事情都只能用全套解决吗 还是说他脑子已经不好使到 他不知道打架是犯法的吗 那我倒希望他下手重点 站着说话不要疼 我就不信你们家学院时要是这样的话 你还说得出这种风凉话 发现你最近对高楼真的很有偏见 我没有 那我们换个方法来说 其实这人生啊就像一个列车 我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 揣着自己的目的地上车 中途也会遇到其他的一些小伙伴 这些小伙伴呢也有自己的目的地 那他们也会陆续下车 所以你最后会发现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越来越少 我们也越来越孤单 当突然有一天你回头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人 一路都陪着你 你觉得 他跟你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的 只是他为了能陪着你 放弃了自己的目的地 放弃了中途多次下车的机会了 行啊 你这一大早的敢开始吗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你肯定能懂是不是 你还跟我卖关子 我卖什么关子了 我说的就是高冷 高冷为了让你能开心 你本来的自己越来越远 我真的希望你能证实他 他真的为你付出了很多也做了改变 他不是以前那个高冷吗 我知道陆顿在追你 他那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不希望你给他骗了 什么骗不骗的 他就是我一客户 行啊 那以后他的单子都交给石天佑 你不要惨谎 什么意思 谁准你自作主张换我的客户了 咋的了 怎么回事啊 陈叔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今天就想跟你说 高冷其实 校园 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只能跟高冷在一起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人家高冷怎么了 高冷没有怎么了 是你 我不像你 从来不需要为生活去烦恼任何事情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能够过上 我现在想要过的生活 我必须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吗 我想和谈恋爱是我的自由 以后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 还有我任何客户 我一点都不想干涉你的生活 和你的客户 那是你的自由 但凡你遇到一个真心对你的 我今天绝对不会多管闲事 昨天晚上酒会陆东带了其他的女人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她那条落网之鱼 随便 行了 随便 你怎么吃那么多薯条 吃多了会长胖的 阿姨 我想你当我的妈妈 妈妈 浩浩你误会了 我跟你爸爸只是普通朋友 可是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好 其他女人都是为了爸爸的钱 其他女人 就是爸爸其他的女朋友 大北有好多个微信好友 都是她的女朋友 你看看 不多谢谢你 还不行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